按照這個部分來看 一定要熟看這個 我們在念一次 電子湯 紫紫曬 中紫茶 所以電子是藤木森 不是到了燉原子說 原子不可分割 對 不同元素質量在小不同 對 他沒有看到紫紫 他沒有看到中紫 他都沒有看到 他也沒有看到原子核 這整句話都不是他的 這整句話都不是他的 重新排列是對的 好 那 他是11嘛對不對 H11 表示有一個什麼 一個紫紫 一個電子 好 那1-1等於0 1-1等於0 所以他是沒有中紫 那1的質量比較大 錯是比較小 那這是正電這是負電 所以相反 C是對的 紫紫是正的 原子序 這個序就是 誰決定周期表的位置 對 幾顆紫紫就決定他的位置 排第1個是1顆紫紫 排第2個就2顆紫紫 排第3個就3顆 第4個就4個 好那他自己是 1顆水的紫紫 清是 清是1跟8嘛 啊清 1個水就是清清氧 清清氧 所以叫1加1加8 1加1加8 所以應該是10的紫紫 那他說碳 碳的話原子序就是紫紫數 原子序就是紫紫數 好 那6要等於6 x要等於6 也是 這要等於紫紫數這個等於6 那這個也會等於6 因為多少個正的 要多少個負的 所以這都是一樣的齁 這也是8 所以加6加6加8 6加8加6 所以當然是20 然後他們底下都是6 就6顆紫紫 所以紫紫數相同 這叫同位數 寫上去這三個字 同位數 自己寫一遍 中子不一樣 12-6有6個中子 7個中子 8個中子 原子需要看正的 正的正的 所以應該是兩個 那丙是中子 中子不帶電 是丙不帶電 然後甲帶負電 乙帶正電 甲跟誰 是乙跟丙很接近 乙跟丙 子子跟中子很接近 那 整個原子的質量 就是乙加丙 就是在原子核裡面 原子的質量集中在原子核 原子的質量集中在原子核 原子狀態 就是單的 好他說原子狀態 原子狀態就一顆一顆的 就甲跟乙 這是原子狀態 對 那元素 這是元素 這是元素 那個圈圈長的一樣的都是元素 同樣的原子就元素 所以這要選4 這樣 像這個叫化合物 這叫化合物 有不同原子的 皮美蓋斯背 有類似的化學性質 銅竹嘛 銅竹 軸旗表 直的18軸 橫的叫軸旗 銅竹 就直的 才會相似 左側是金屬 左側是金屬 我這些都要做筆記 一定要寫的 抽起表目前是按照原子序 就是排第一 一個直子兩個直子這樣排的 一開始這樣 這也抄起來 我們講義上也會 也有提 門德烈夫是第一個 那他是用原子量 原子的 大小 可是後來有一個人叫莫瑟呢 他把他修正一下 我們按照原子序來排 按照原子序來排 排的方式不一樣 那麼這裂夫是最早的 好 那金屬在 左 左邊 對不對 不會是右邊 那非金屬有一定的顏色 不固定 好 硫是黃的 秀是暗銅色的 非金屬常溫 非金屬有固態 石部的 一態 三點水的也有氣態 所以都沒有固定 一態元素只有一個沒有有兩個 一個是BR一個是HG 好 BR是秀嘛 水部的 弓也是水部的 那碰水 EA組碰水 氫氣 對不對 不易變形是錯的 質地不堅硬 他用小刀就可以切了 好 那這個 金屬 跟水反應後 這個就是鹼性 放在酒精中沒有 要放在石油或礦物油中 是錯 正確是A C2 C2 C2是兩顆五顆 一顆一顆 所以總共是九個 九個原子不是九種 總的話是三種 好 CHO 三種 碳有幾顆 碳有兩顆 然後氫呢有六顆 氫有六顆 氫分子不對 要是氫原子 氫 乙醇是化物沒有錯 乙醇就是酒精 乙醇就是酒精 這有很多要背的哈 化學是 氧要寫在後面 像說氧化鎂 NGO 寫在後面就右邊 這對的 金屬寫在什麼 寫在前面 有沒有 鎂就寫在前面 金屬用單的 好 兩個A 這叫 這要怎麼意思 兩倍的H2O 就是兩份 這對的 兩個水分子的意思 兩個水分子 他們錯了 為什麼寫錯 P 他們氣體 氫氣是兩顆一組的 氧氣兩顆一組的 氦氣是單的 所以應該是這一個 8A組都是單的 然後 8A組 氦、乃、乃、雅 克、仙、冬 好 8A組的 這都是單的 那前面這有雙的 對不對 氫氣、氧氣、氮氣 還有什麼 氮氣 這都是雙的 然後這個化學是 這要照我的寫的 氯化鈉是1比1 是這樣 氯化鈣 這是對的 亥只有一顆 氧化鎂 這G要小寫 這G要小寫 所以正確的是B 正確的是B 多認識他 固態是B 這是水分子 對不對 這個中文氧化銅 黑的 氧化銅是黑色的 這是二氧化灘 自己寫一遍 我檢查多寫的 這是氫氣 就弱了還不念 這就是兩份CO2 兩份CO2 所以是 一個C對兩個O 這樣子叫CO2 然後這樣子有幾份 兩份 應該是這樣講 那裡面正的叫紫紫 對不對 正的叫紫紫 沒有寫的這個是中紫 對不對 中紫 外面是電子 好 裡面有兩個正號 原子序是2 質量數是裡面有 2加3等於5 有5顆 質量數就是要看這裡有多少個 這裡面有幾個人 原子核裡面 中子有三個是對的 電子有外面的有兩個 那所以x 就是那2 它的排行就是2 2要寫在這裡 5要寫在 左上角 好 所以要選C 你的質量數要寫在左上角 就是原子核裡面有幾顆 肚子裡面有幾顆你就要寫在這裡 這原子序 原子序就是紫紫數 紫紫數 好 那化學要相近那就表示 他們是同族 或是原子序根本就一樣有沒有 這12這12 原子序決定了化學性質 原子序決定了化學性質 所以是甲跟柄 電子序要一樣 就原子序就是紫紫數 這12個正的 12個正的 所以電子序 甲跟柄也是一樣的 質量 質量就全部加起來 好 這裡加起來要26 這加起來27 28 直子加中子 原子序就是直子數 原子序就是直子數 直子加中子 262728 所以秉移甲 好加起來把他加起來 在他問說沒有毒性的高壓 然後呢 安定危險性低 好那 安定危險性低的人 我們就要選釘了 因為8一組是鈍器嘛 對不對 他比較不容易反應 好那電中性有沒有 電中性是直子跟電子要一樣多 這一樣多 這一樣多 一樣多就是這是8正 這是8負 10正是10負 所以就是甲跟柄 那如果像這裡 這是9正10負 所以乙應該是負離子 這裡右上角寫負1 12正10負 這樣變正離子 對不對 所以要寫兩個正 所以乙 乙是負離子 乙是負離子 然後丁是正離子 負離子可以舉個例子啊 比方說 綠離子 自來水裡面有綠離子 皮美蓋斯貝雷都是2A的 所以他是2正的 可以這樣背 里那角度 那角度設法都是1A的 所以都是1正的 可以這樣背 氧一定是O2兩顆 氦是一顆的 氮氣是兩顆的 N2 碳是C 3是C 所以氧氣是 兩顆一組 這是對的 然後氦是一顆一顆一組 這是對的 氮氣是兩顆一組 這是對的 二氧化碳 應該是二氧啊 應該是CO2 CO2 所以他 他應該是這裡少化 所以是租錯了 我能問你一眼看 要去有不一樣的 這一坨跟這一坨是不一樣 這三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混合物要選丙 好 這黑白黑白這是化物 這是元素 這長一樣都是元素 氧氣是兩顆一樣的在一起 要選丁 兩顆一樣的在一起 就選丁 依照這樣來做 嘿 加油 我都錄影了 筆記要做好